每周一讲 Weekly Talk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后裔社日 神话说 天上有十个太阳 同时出现在天空 人们无法生存 人间的灾难 惊动了天上的神 天帝命令善于射箭的 后裔来到人间 后裔带着天帝赐给他的 弓和箭 还有他的美丽的妻子 嫦娥 一起来到人间 后裔立即开始了 社日的战斗 十个太阳迅速射去了九个 只留下一个为人们服务 但是后裔的伟大的成绩 却受到了其他天神的妒忌 他们到天帝那里去禅言 使天帝疏远了后裔 最后把他永远扁吃到了人间 好了 刚刚我们学到了那么多 关于后裔生日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来做做Quiz 小测验吧 第一题 一开始有几个太阳 No.1 How many sons are there at the beginning? 第二题 后裔用的哪两个工具设下太阳? No.2 Which two-tools did后裔 used to shut down the sun? 第三题 后裔的妻子是谁? No.3 Who is the wife of后裔? 好了 现在到你来讲讲看了 Now it's your turn to talk 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有了十个太阳 会是什么场景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ere were ten signs now 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